这个忠诚这种感觉是不是在国外有特别强烈的故事 当然了 我今天中午啊刚刚参加完那个法国大使馆的那个国庆节 我特别有感触 各国大使都去了 法国大使 而且法国请了 法国大使请了一些法国的孩子们唱法国国歌 我一路在看着法国大使和法国孩子们非常骄傲的把手放在这儿唱法国歌歌 当奏响我们中华民族国歌的时候 台上没有人 我那一刻想冲上台去 自豪的站在这儿 我们中国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祖国 忠实于母亲 很多富豪实际上他是有相当责任感的 我接触好多人 你看我接触一个富豪 也是那些金木水果堂的朋友 汶川地震以后 地震的在半个小时之内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说兄弟啊你在电视台认识那么多人 我匿名捐款三百万 我不要去认识回报 咱们说的必要是移民的富豪 留在中国的富豪还是有责任感的 但是我们政府存在恰恰 怎么在引导富豪责任感方面缺乏相应的 甚至挫伤了他们的责任感 要求我们去捐助去捐款 而是发自我们的内心 我们把企业经营好了 我们有能力回馈社会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会去捐款 你比如说有像张兰这样的富豪 有你说的有些富豪 还有刚才我说的 就说其实他不能跟政府截然分开那些富豪 这个东西的话就说有各种富豪 但是有一条我举一个例子 我这是真心感受 网络上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印象 有一个美老板结婚 用了16辆汉马车搞迎亲 一下轰动全国 轰动全国以后 当地党委政府就下不了台了 怎么挽回这种影响呢 就搞了一个慈善活动 要求那天参加婚宴的 开汉马车的每个美老板 给政府捐一千万搞慈善 搞辅助 搞救济 最后导致大家怨声载道 所以我说在一定程度上 富豪他有一定的责任性 当然他应该暂时之急 不能因为他搞个迎亲活动 你就要求他捐款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要正确的引导他 要正确的引导 而是不应该杀富济贫 好谢谢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企业家 像我们的蓝眼一样 不过现在问题来了 外国人要这些人只是要他财富吗 还是要他的脑袋 要说人才要技术 会不会引起人才方面 人才两世 休息变客 回到现场 请出最后两位PK嘉宾待会见 高层次人才流失很多的话 那么显然对中国的 下一轮的经济发展 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人才变成顶级了以后 再回来国内 把国内的带动的速度会更快 每个中国人的梦想里面 都是回到汉唐盛世 只有把中国建成 世界的文化高地 经济高地 政治高地了 人才必然会回流回来 今天的就是所谓的人才流失 不可怕 最可怕的财富的流失 认为富豪移民就作为财富的流失 这个命题有点太绝对了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彩 我有一个舞台 只和最亲最爱的人分享 在这里 妈妈是真正的Superstar 爱的舞台永不落幕 有家有爱有欧派 我们能够达到360度的角色 我们能提供保持安全 和力量 给您的功能 节能再生 绿色未来 未来之窗 与复合版 中国联通墨三季 推出两种计划 爱上网 A计划 更多数据流量 爱聊天 B计划 更多通话时长 选三季 就选墨 中国联通 健康生活 金火相伴 金火医药集团 南方洪水肆虐 中国城市洪涝应急机制 存在哪些不足 传统治水理念 跟城市排水系统 如何应对新水情 水利专家 程小陶解读 洪水风险与城市管理 美帝智能环保造 世纪大讲堂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度 可却曾被列入过 恐怖主义黑名单 他也曾在联大上 引起轩然大波 如果你想要选择 中国和美国 哪些你会认为 是比较利益 你的国家 我相信 我们应该认为 这个人 执政四十年的 国际传奇人物 是如何开展 内政外交 非越万里专访 利比亚领导人 卡扎菲 瑞奇风云对话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文台 北极 神秘美丽 却遭遇全球升温的侵袭 总有一些勇于担当的人 毕竟严寒艰险 探索地球最美的秘密 TCL地球宣言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到 一虎一山的现场 接下来请出 另外两位 PK嘉宾 首先为您介绍 在我右手边的是 北京市归国留学人员 联合会 同时是中国与 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陶庆华 庆华兄来到现场 欢迎 大家好 在我左手边 台湾著名的 三胜企业的董事长 李富生 富生兄来到现场 谈到了刚刚啊 是张蓝刚特别提到了 包括财富的部分 也值得大家注意 但相对的 我们更关心的是 这些不仅是来自佛 还包括很多的知识的精英 中国社科院发布了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 在成为世界上 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 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 事件No.1 美国科学杂志报道 06年 美国博士生 第一大来源学校是清华 第二大是北大 因此美国科学杂志 把清华北大称作 最肥沃的 美国博士培养的基地 富生兄台湾也有类似 这样的经验 对吧 非常对 因为台湾的人才啊 今天台湾的高科技的领域 都是美国帮忙 培训的 为什么在早期台湾 如果你大学毕业 最优秀的 都是到留学美国 然后到美国 然后毕业以后 拿到博士 就在美国大公司工作 在这个硅谷 在电子业开始的时候 这些人大批的 回到新竹科学园区 把今天台湾的 这个电子业 打得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 看到这个 我觉得是好事 中国很多 优秀的学生 或优秀的人才 到了美国 变成顶尖的 但这些人才呢 变成顶尖了以后 再回来国内 把国内的带动的速度 会更快 然后再跟国内的 两个结合 我觉得中国的进步 会更快 你觉得从台湾 进所辅助出来 这是不值得担心的事情 反而透过彼此交流当中 就长远来讲是有利的 绝对是有利 秀华兄您的分析 我觉得呢 现在呢 国家呢 从这个战略 这种高度啊 确实应该啊 非常谨慎 非常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前三十年的 这个中国的发展呢 主要呢 是靠这个中国制造 未来的三十年的发展呢 现在中国的共识 就是知识经济 建设这个创新社会 这个所有的这些呢 都要靠人才来引领 如果这些高精尖人才 高层次人才 流失很多的话 那么显然呢 对这个中国的 这个下一轮的 这个经济发展呢 将会有很大的 这个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呢 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好 来 我请愿意啊 夏老师 你觉得这这波当中 刚刚那个陶先 所发出的警讯 是不是值得大家关注呢 北大清华那么些学生 都跑到美国 就赌协为止了 我说这个好现象 因为在基础教育方面 我们可能很优秀 在这个研究方面 研究生 我们这个资金短缺 科技这个设备落后 他们是为我们在评人才 我相信知识分子有着高 非常崇高的概规清朝 他们会回来的 你像那个三十年代 那个金夏琳啊 周培元啊 很多这个 这都 他都在那个 非常难 在那年代的回国效力 他们在学成以后 有成绩以后 他们相信他们 更何况现在的国家 肯定比起更高 吸引力更高了 对对对 现在呢 就是说在人才方面呢 净流出啊 现在的还是测制 嗯 特别对于高精尖人才 嗯 对于高层次人才 目前呢 中国呢 还是最大的输出国 嗯 这些人外流了 嗯 那么一部分人呢 会流失 所谓的人才流失 不不可怕 最可怕的财富的流失 是刚刚那个才可怕 这个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好的 一个一个正向的 我觉得是一个循环 啊